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店的YouTube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向台北市课委会申请课语认证奖励金 如果你正在学习课语 或已经通过课语能力认证 那么这个影片一定非常适合你 因为我们将会一步步解析申请的流程 帮助你顺利获得奖励金最高新台币4000元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奖励计划的背景 台北市课委会推出奖励通过课语能力认证14计划 主要是为了鼓励台北市民踊跃报名 参加中央客家委员会主办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承办的课语能力认证 以提升市民的课语能力 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奖励计划的对象和标准 根据民国111年1月20日修订的最新版本 如果你是涉及在台北市的市民 并通过中央客委会主办的各级课语能力认证 那么你就可以向台北市客委会申请奖励金 根据不同级别的认证 你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励金额 分别是初级1000元 中级2000元 中高级3000元和高级4000元 那么,要如何申请奖励金呢? 首先,考完一段时间后 你会收到成绩单 但这时还无法申请 接着你会收到合格证书 证书上会注记发证日期 这次你才要在发证日期期算30天内提出申请 并将相关文件轻送会以括号方式 记达台北市客委会 相关申请文件包括申请表 领去记切结书及申请人金融账户存不赢本 户口名不赢本或户籍等本 还有格证书银本等 详细的申请表件与流程 可以参考奖励计划 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方说明栏 请大家点击过去看看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申请期限 以及提交申请表件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例如不可以用成绩单代替合格证书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协助 也可以直接联系台北市客委会相关人员 他们将会结成为你解答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欢迎帮我们点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